大家好,我們休息了一個月 繼續跟進二手樓市成交消息 設立過了一個多兩個月 其實設立的反應已經陸續出現了 設立後,一手市場的發展商加緊步伐 在第二星期、第一星期已經將貨品開始推銷 變相是一年前或兩年前的人買樓市 就蝕到坦坦腰 我們在後面再說 我們現在先說蝕樣個案 多謝大家支持 我休息了大半個月 我們繼續跟你們看蝕樣成交 最新上水中心 我們不同區域都有蝕樣 其實在三月裏面四月 其實你都看到樓市成交是多了 其實蝕樣的成交仍然一樣 比例仍然佔大約兩成幾至三成左右 即是賣出十個單位 有三個都是蝕樣的 設立就救不到這群人之餘 還令到他們蝕更多 為什麼會蝕更多 不是說設立就夠市 那些人進來買嗎 買是買 但是給他們一手樓的盤子 全都吸收了 二手的業主 跟上年一樣 問題就是 一手樓一減價 他們只能夠減價去繼續賣樓 變相蝕樣的個案 只會有增無減 交頭暢旺 但是蝕樣停不了 底是永遠都沒有底 有些人就說 很快就見底 其實我告訴你 底下跌到明年都沒有跌完 你現在找底是找不到的 你現在好像撈底買股票 你現在覺得跌了兩成很低 原來一個星期後又跌 一個星期後又跌 一個星期後再跌 越撈越低 混賣的都混賣不淡 我告訴你 先繼續看這一單 都是蝕過百萬的單位 上水中心有一個單位 四百三十五萬成交 三年就遲了一百零五萬 未算交易成本 今天交易成本是百多萬 大約百二三萬 這一單就是上水中心 一座中層的扶石單位 三百四十二呎 兩房間隔 成交價最終減至四百三十五萬 才賣出 尺價一萬二千七 業主在樓市最高位五百四十萬 買入 遲貨三年 虧了一百零五萬 跌了兩成 單位是一些比較簡約裝修的單位 買回來 就不用再執收 馬上可以住 而且還蠻光亮的 還有一些家電 如果你是自用客 這一類盤都可以大賣 但是我覺得 現階段來說 還未跌完 現在你一萬二元就入市 你層樓跌到九千多米 你又不見了兩成 我自己看都說 設立是 舊發展商 而不是舊樓市 即是現在他只是給 一些 一手的發展商 市場氣氛好轉的時候 急急把現在手上的貨未推出來 以及一手的盤 減價的推盤 如果市場氣氛好 其實發展商不會減價 你看到誠哥也減價 天底下只有誠哥買贏 從來沒有人贏到誠哥 誠哥有一個專業團隊 幫他分析樓市走勢 別人有大數據支持 別人一個發展商 他還有一個大企業 他們看淡你和他對賭 他減價賣樓 你去接他的貨 有天底下 數不出有十個人可以贏到李嘉誠 近乎去到一個國家層面的級數 都沒有人贏到他 如果你 別人減價你去接貨 基本上你是和他對賭 你對賭的時候 你必定成為一個輸家 我自己看 香港樓市仍然最少要跌20-30% 今年埋單算二手樓 應該還要跌10-20% 個別樓盤可能偏遠地區 還要繼續跌 這個樓盤我自己看 仍然是貴的 上水中心這些樓盤 說真的 93年入貨 30年 一萬元尺左右 九千五至一萬元 才是一個正常合理 少少可以防守的價位 我自己看 就不建議現在入貨 不信的話 時間是最好的證人 我跟你說 切辣是不會救到二手樓市 其實現在二手樓 蝕樣這麼多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有200單 還未算是平手樓 如果算是平手樓 整個樓市差不多一個月有三分一的成交 都是沒有錢賺 甚至要虧錢離場 我自己看法就是二手樓 很大機會 還要跌很久 起碼跌多兩年左右 我大概看是跌到二零二五的下半年 或者二六年的年頭 才開始會減少那些蝕樣 因為要蝕的時候 應該是這一年裡面 最後一套生門 其實現在 距離鬼門關門的日子 應該還有兩三個月 這裏切辣的效力 即是這一劑所謂的切辣的 那個偉哥 拍了下去 可以維持多久 我自己看就可以維持到三個月左右 三個月到四個月 可能去到下半年七八月 八九月 那劑就開始無效 整個一手樓又賣滯銷 其實現在你可以很簡單去看那些訊號 如果一手樓 開始越賣越少 那當然 月頭幾個減價的一手盤 一定是賣得好的 但是 要買樓的人 都賣光了 那慢慢慢慢購買 要買樓的人 要買樓的人 越來越少 那你再減價 你要減價 再減價 比之前再便宜的人 才會進來 噢!萬三元 萬三元賣光了 下一輪繼續賣萬三元 但是已經沒有什麼人賣了 唯有減價 可能跌到萬二元 我自己看 一手樓 如果繼續推盤 可能推大約三個月至四個月左右 開始你看到一手樓 那個銷售情況 越來越差 就是最壞的訊號 即是減價都開始沒有人賣樓 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減價 劈價 那個反應都不好 那整個市場 就會很快 到頭再大跌 我自己預計 現在計 現在是四月 今年還有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計算今個月 有九個月左右 這九個月內 每個月還要跌2% 即是說 埋單 剩下的九個月內 樓市有機會還要跌15-20% 視乎是樓層 地區 樓齡 座鄉 還有一些 可能有沒有裝修 如果沒有裝修的話 當然是被人坐 整個二手市場 一定會繼續跌 只是跌多少 以及樓的樓齡都很大影響 現在那些人不買舊樓 原因就是 太多 買回來 要再花一筆錢去做裝修 不如索性買現貨 或者買新樓 可以和大家看看 裝修費怎樣計算呢 其實很簡單 大概語 普通裝修 即是 拆打拆 起板 油油 連同一些新傢俱 一尺的話 大概是1000-1500元 視乎你是用什麼好料 你長身是油油還是鋪磚 你長身是油油當然便宜一點 如果全屋都要鋪磚磚 當然會貴一點 如果只是地板鋪磚磚 價錢上便宜一點 我自己看 一個四百尺的單位 限定裝修 四五十萬就不掉 還要是 可能裝修三個月至四個月才能裝修 即是說 你買回來 如果你自用的話 你還要等大半年 你可能要幾個月的時間去裝修 那些人不如 不要太麻煩 買新樓 一買即住 買一張床便可以睡覺 連傢伙連電器 雖然說那些傢伙是很快壞的 因為 只買一樓的業主都知道 那些送給你的東西 其實都很快壞的 我有很多朋友 相對年輕一點的朋友 十幾年前已經開始 是不買舊樓 他們都是買新樓住的 那些傢伙送給你也好 他們都是大概兩年 三年就壞 冷氣機又要換 雪櫃又要換 那些傢伙送給你的 你就不要當是可以用很多年 不過起碼你入伙的時候 不用再顏外洗一筆錢 到你住了進去 慢慢供樓 慢慢儲存一筆錢 到時再買新傢伙 再去買新的電器 都未遲 現階段來說 其實今年 仍然是未跌完 那我想如果你真的要買自用樓 最快應該是看 在二五年的年中 或者二五年的年尾 那舊樓 三十年以上的舊樓 即是去到四十年那種 應該都還要跌30% 即是最... 可能未來兩三年裡面 還要跌多30% 今天你賣萬三元 萬二元一尺的單位 一定會跌穿一萬元一尺 我之前跟你們說過 今年很多的市中心 市區的一些舊樓 很大機會 赤價會回落到 一萬元以下的水平 其實你去到看 德福 即是九龍灣上蓋 德福 其實已經有很多單的成交 去到九千多元一尺 德福是鐵路盤 最早期的港鐵鐵路盤 四十年樓齡 多跌 它已經跌穿一萬元 其實 你其他地區的一些舊樓 很快都會跟著跌 有些人就不太覺得 因為 大部分都是關心一些 自己住的附近的單位 很少會關心其他地區 除非你說你都是住九龍區 你想買回九龍區的樓 我自己看 將來一些二手的三十年樓 零的舊樓 四百尺的單位左右 應該會跌到三百萬左右 三百至三十萬左右 譬如九龍區來說 最出名的就是 九龍灣 淘大 和 德福花園 這兩個房子 我預期很快 一些 赤價 還會跌到十幾百分比 至二十百分比 最少要打八折 今年 其實有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 你現在看到的成交 二手成交 其實很多都是在虧 而且最近 最近 移民盤 也更多 市場上 越來越多移民盤 本來 平靜了一段時間 可能要移民的人都移了 突然間 他無情情 在三月 那裏 加速立法 二十三條 嚇到那些人 雞飛狗走 你自己心中有數 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說那麼多 經濟上 一定沒有那麼容易回到身 整個香港經濟 倒閉 只是剛剛開始 倒閉之後 會影響整個香港經濟有多大呢 很大機會 在三個月至半年後 就會出現了倒閉的影響 你想想 那麼多間的連鎖集團 什麼金記 大昌 衛康百佳 都要減價倒閉 你會看到 接下來會有很多基層市民失業 如果基層市民失業 租不起房子 那就越半越小 買了房子的人 可能是工了十幾二十年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等錢花 要賣樓 轉 即是要賣樓去自救 也會有 到時市場上 會不會再 市況越來越差 就骨牌式效應 市況越差 即是越來越多人等錢花 有些人可能失業 之後供不起層樓 虧讓都要走 甚至乎沒有錢賺都要走 可能買了十幾年 想住過小的 沒辦法 市場上太差了 唯一的資產 就是只剩下層樓 拿層樓出來賣 為了要賣的時候 又要減價 又要減多些 又會拉低了整個赤價 其實骨牌式效應 現在真正揭幕 我相信在八年後 會再更差 現在只是倒閉潮的開始 但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說了倒閉潮不是說了兩天 我說了兩年 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現階段來說 買任何樓 你必定會輸錢 現在你買什麼樓 一手樓 還是二手樓 一年後兩年後 你的樓必定最少再不見 十至二十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急著買樓的人 千萬不要亂入市 你看到那些二手樓的成交 都沒有多 即是兩位增加了 你撤掉了之後 二手樓成交都沒有很大升 還要繼續蝕讓 正常來說 你市貨好的時候 應該會減少 沒有理由 蝕讓的人比上個月更多 嘩 劈價買樓的人更多 然後 短期內看不到 經濟又好轉 蝕讓潮繼續 倒閉 開始 最快顯現到 經濟大攬炒 應該會在下半年開始 現在四月 我預期六七八月開始 市場又會再差 因為這一劑偉哥 我覺得是 沒有什麼效用 最主要是讓一些發展商 可以趁著 現在的樓市高位 讓他們鬆爭 盡快把他們手上 現有的新樓 拿出來放 套現 其實那些發展商欠落的債 過千億 每間都 巨額欠債 你是不是買幾百個單位 就可以救到 不是 所以說 未來三年 未來兩年 樓市仍然處於一個 下行的狀態 可能要去到 二六年的上半年 才稍微喘定 現在只是第一浪 第一浪跌到政府舊市 跌到政府出手干預 但是 干預完之後 吃了這一劑 止痛藥 很快又沒有效 又繼續跌 那繼續跌 政府還可以出什麼招 難道零首期上會嗎 銀行不會接受你做 這麼高風險的按揭 今時今日 我看 可能還要跌多 18個月至24個月 在 未來的日子 大家保本保命 首期就拿去做定期 不要亂賣股票 不要賣港股 不要做高風險投資 你看到 那些上市主席 地產老 退休之前 都跟大家說 現在已經進入了 一個叫做 保住本 保住生命的年代 你有個首期在 你保住你的現金 樓市仆街 你將來 留回來 入市都未遲 樓一定能買到 只是 買了你 你不會繼續跌下去 大家好 元朗區的蝕樣成交消息 我們和大家看看 設立後的元朗成交 樓市成交量有少量回升 不要說暴升 在元朗區來說 有 YOHO 都是繼續要虧錢 來場 和大家看看 YOHO系列的話 一向都是比較受歡迎 現在 高位回落兩成 仍然很快就有成交買得出 設立後 3月元朗區成交有回升 大批市民假期外遊 連續三個星期二手回落 二手成交 在設立後的第三個星期 已經開始回落 去到現在4月 其實你看到 仍然都是低價賣樓蝕樣比較多 這個單位就是 現在說的單位就是 YOHO town 8座 中層H室單位 422呎兩房間隔 叫價635萬 減15萬 最終賣出 成交價620萬 赤價14000多 20年12月用670萬買入 未計買樓開支成本 虧了50萬 計買樓開支成本 大約虧80萬 虧了十幾% 樓上的同層單位 半個月前 設立後 大概是 600萬 成交 其實沒有很顯著回升 大概最近期的成交 都是這個價錢 設立後 YOHO town 成交量大概有 26單 設立後 最近30天 有26單 成交 16單 租務 一期加二期 YOHO town 很多樓盤 26單 大概一天 有一單 成交 虧樣的個案 都有 不少單位 都要虧錢 來場 YOHO系列 這個樓盤 就會比較受歡迎 因為 屬於鄰近元朗站 走五分鐘左右 回到屋苑 十幾年歷史 沒記錯 未夠二十年 二千年 頭入火 開始 十幾年左右 這個樓盤比較新 現價水平 如果13000 14000 都是比較偏貴 沒去到合理水平 相信下半年 會繼續回落 我自己看 高位可以賣到 16000 17000 一呎 現在 只是回落 未夠兩成 應該今年年尾 可能會見 12000 13000 12000 左右 還有 今年應該還要下跌 有機會年尾 到12月 的時候 11000至12000 左右 有機會跌到 今年內應該有機會跌到 11000至12000 這個位 我自己看法 仍然不變 香港樓市 是未見底的 你都見到 有很多新盤賣 新盤發售 其實不是每個盤都賣得好 有很多樓盤 比起 剛剛開售的時候 已經減了價 超過10% 甚至有些減20% 貨品都賣不完 所以市場上 供應多 需求低 那是 怎樣看呢 就是 那個訊號 你看到 這一手樓盤 減價的一手樓盤 都陸續開始賣得不好 即是你現在看到 剛剛撤了 頭一個月 的新盤 有一兩個比較有號召力 和新聞報道得多的樓盤 和減價幅度比較大 當然賣得比較好 但是 新聞沒有提 或者提的比較少 那些 新樓盤 減了價 其實都不是賣得很好 大概賣一兩成 有些真的賣不到一半 那你自己看 如果去到一些 比較有號召力的發展商 他們繼續減價推盤 但是反應不好的時候 即是市場開始消化不了 消化不良 到時整個二手市場 會很快 好像去年那樣 倒跌回頭 其實現在和去年的情況很類似 就是有一個好消息去刺激市場 給一些一手樓盤減價出貨套現 那你見到 如果開始像去年那樣 去到六七月 七八月 那些銷量滯銷了 那二手那些業主要賣樓 那又會繼續有下一浪的減價潮出現 即是二手樓呢 如果要賣 要和一手樓爭客呢 就會繼續赤價向下走 所以我自己看 年尾埋單 二手市場 那些樓盤 有機會是下跌多 10至20%不等 即是視乎年齡 樓齡 一些 坐向 是不是海景 還有 是 裝修 是新裝修 還是要花錢再執收 有些樓盤 三十幾四十年 還要是有殘有救的 一定是被人吵爆價的 那這些樓盤 你買回來 又要做裝修 那其實 變相又未必好划買 那當然 全新裝修的話 就會是買新樓 有些人會覺得便宜些 那有些人會覺得 我買二手樓回來 我喜歡它實用 夠實用 還有 裝修我可以自己作主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全新裝修 好像什麼都不用煩 給完錢 就 收樓 直接買一張床肉 就可以住 有些人就這樣想 所以二手市場 是被一手樓搶了 二手市場 其實 在第三、四個星期 已經很明顯回落了 整個香港二手樓市 其實 設立不是真的那麼大幫助 我自己看 有些所謂的 什麼封盤 反價那些 只是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出現過 但是 去到第三、四個禮拜 那些樓 開始沒有很多人去看樓 又很多人去旅行 變成 整個市場 好像冰封了 二手市場 一手市場當然熱鬧 因為很多 發展商都減價出貨 譬如九龍灣的太風 康城的樓盤 但是你看到很多第二張價單 已經賣得不好 即是第一張價單減價 但第二張價單已經加了價 第二張價單的盤 已經賣得不好 好 大家好 2024年樓市最新成交消息 設立過了一個多月 其實你會陸續見到 有不同的屋苑 不同的一些單棟樓 都會有一些新的成交 那本來有些樓 它是 成交一向都很低 但是由於最近期 設立之後 市場上的 入市情緒和氣氛又很轉跡 那多了一些水魚入市接貨 有些人覺得樓市跌了兩成 已經是見底 衝入市 做這個 舊市的勇者 最新有一單 都是虧得好金的 我們看一下 最後逃生門之前的樓市 是怎樣 這一單就是一個 港島區的半身樓 側如沖 君豪峰 中層單位 299尺 一房間隔 有海景 向東北 成交價 由高位回落 接近跌了30% 虧了兩百多萬 成交價是570萬 一萬九千元 最新就是有個大陸人接貨 被Agent哄了 以為現在香港市場見底 做水魚入市接貨 之前的業主 最後同生門 走得了 虧少當贏 這個盤 19年高位瘋狂價 用七百八十九萬買入 差不多八百萬買一個三百尺單位 兩萬幾元一尺 現在跌下來 一萬九千元一尺 跌了28% 虧了二百二十萬 君豪峰 單動樓 單動式豪宅 這一類盤 一直都是炒得慶合合的 瘋狂的時間 是買到三萬元一尺都有的 即是那些高層海景盤 現在呢 設立之前 其實都有幾單 是一萬九千元左右的成交 整版都見紅了 在最近一年 或者最近十單的成交裡面 全部都是蝕樣的 這棟 蝕得最多的就是現在這一單 蝕20幾% 差不多三成 都蠻瘋狂的一件事 這些瘋狂樓價的單動式 所謂豪宅呢 跟納米樓是差不多的 所以蝕呢 蝕得最多 這一類盤 現在市場上很難套現 那些業主一定要全部 大平均 平均都蝕20%左右 一個月大概賣到一單 兩個月大概賣到一單 成交不多 因為很多業主 之前不肯減價賣樓 樓市開始又明顯下跌 先行減價 最近五單成交 有四單都是蝕20%以上 23-29% 每個人都蝕兩三百萬 才到場 這個盤呢 我自己看 都蠻傷的 但是 你說會不會繼續跌呢 有機會繼續跌 但是不會跌很多 因為呢 市場上 都沒有人願意買這些 單凍豪宅 我看的話 短期有機會跌到 16-17000元左右的水平 跌跌到合理價位 都還有十幾二十個 大家就 不需要太心急 說真的 這單凍的 所謂新樓呢 市場上 大把供應 你不買港島 你就買康城 不買康城 其他地區都有這些 單凍式的 新樓 你是不是一定要住 港島呢 很視乎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不買港島的話 都不用一萬九元 元朗那些 可能買到一萬二元 都可以交易 一萬二萬三元 都有 鐵路盤呢 這個盤呢 就屬於是鄰近 則如沖 大概行三四分鐘 五分鐘以來 但有些更加便宜的半身樓 是更加近鐵路的 如果你要用一萬九元去買樓 選擇是仍然非常之多 這些盤呢 我就覺得不要碰 將來你要轉手都很困難 好 和大家繼續看二手樓市的成交消息 設立過了幾個星期 過了一個多月 你看到市場上面呢 仍然充斥著一些 減價蝕讓離場的樓盤 我們看一看大家 比較關心的荃灣區消息 好嗎 有一宗就叫做海濱花園 這個盤呢 最新有一宗成交都是蝕讓的 設立之後呢 的而且確是多一些人入市 多數都是自用客為主 但業主因為在樓市高位買入 仍然都要虧錢離場 海濱花園四月的成交 十一座中層F室 五百百十呎單位 三房間隔 就有這個五百六十萬的放盤要價 市場上面呢 最終成交價就沒有減價 五百六十萬賣出 赤價是不用一萬元 九千六百多元一呎 這個盤呢 業主是虧錢的 雖然是沒有減價 但是都是要虧錢 算上他買樓的成本開支呢 那他虧了差不多七十幾萬 都虧了十幾個百分 對 那他在19年 六百萬左右買入 拿貨五年 計算買樓成本開支呢 他就大概虧了十一個百分 都差不多虧了六十幾七十萬 那單位呢 其內呢 就跌了幾十萬 那樣 荃灣區來說呢 整個三月 成交量 就多一點點 海濱花園有二十三單 赤價都是徘徊一萬元左右 海濱花園八十年代入伙 都三十幾年 距離荃灣西站 十幾分鐘路程 是不是很快腳呢 大家心中有數 這個盤呢 歷史高位是萬三萬四元一尺 現在跌到大約一萬元左右 九千多元的水平 那今個月呢 自從設立後呢 成交量是有回升的 那最近三十日來說呢 就有二十單左右的成交 那就是 都是一些 中型單位 四百多尺 五百多尺 這樣的單位 價錢上來講 就 最便宜有一單 八千八元一尺 舊裝修舊單位 那麼 另外呢 就有 兩單 租務成交 那麼 設立之後 成交 就二十單左右 不是說真的很多 那麼 對比高峰時期 都仍然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價錢上來講 現在九千多元 是不是很值得買呢 那你要考慮 它是 有多久年齡 扭寧 坐向 地理位置 首先它距離車站 十幾二十分鐘距離 三十幾年扭寧 那麼 如果還在賣一萬元以上 就叫做瘋線價 那麼 現在九千多呢 叫做 現價水平 但是我相信 年尾的話 有機會跌到八千元 甚至七字頭也有機會 是沒有這麼快跌完 因為這些又不就腳 又舊 應該是去到七千至八千元 這個水平 才叫做合理一點點 現價水平來說 還有一段空間可以跌 現在放盤有六十幾個 我就不會建議現階段去接貨 要不然 你好像去年 去年買了樓的人 現在層樓不見了二十個巴仙 你今年現在接貨 明年又不見二十個巴仙 那 你明知樓市有下行的風險 還這麼高風險去接貨 借一個幾百萬去買樓 不是一件明智的事 現價水平來說 這些樓還有下跌的空間 凡是三十幾年的樓齡 四十年的樓齡 那些樓齡 今年 應該還要跌十幾二十個巴仙 如果再偏遠一點 例如今次這和平台的樓齡 甚至乎可以跌兩成幾 都是不奇怪 我自己看 如果是革路盆 可能跌少一點 那如果你是三十幾年樓齡 然後是貨路盆 那當然是跌 也要跌,可是跌少一點 距離車站要十幾二十分鐘 甚至要駁一程車 那些這麼遠的地方 再打一個九折 跌多十個百分比 我自己看法 起碼跌多兩成 才是去到一個安全水平 即是你買了之後 不會再那麼容易蝕很多錢 好 大家好 繼續看樓市的最新成交消息 設立後一手二手同步回升 但市場上大部份的業主 都是要繼續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去買樓 因為一手市場的盤都是減價推盤 跟一手二手同步競爭 即是現在的二手樓 除了面臨著人坐價之外 亦都有一手樓爭客 那些發展商自從設立之後 就同步推盤 將一手的貨美單位現貨 和其他的新樓盤繼續開賣 用一個低價的策略 去推盤 吸收消費力 變了很多一些比較舊的二手樓 或者一些半新樓盤二手樓 就要繼續蝕讓離場的很多業主 我們都看看其他不同區域的消息 這個叫做海日灣 就是大埔白石角的消息 設立之後的成交不是真的很多 大概數了也不夠十單 我們和大家看看最新的一些成交消息 在最近三十天裡面 海日灣有七單成交 大部份主要都是一些 小單位 中小型單位 有個別一兩個單位 就是賣了二千多萬的大單位 赤價相對上 因為海徑盤反而是貴了 我們和大家看看海日灣的消息 這一單 白石角海日灣二旗八座高層D室 276尺最小的單位 開放式 450萬放售 減價至402萬賣出 赤價14000多 屬於偏貴水平 上車客自用 不知為何買白石角來自用 還要買小單位 這個盤是477萬賣入 拿貨四年多 大約五年左右 是75萬離場 跌了16% 最近有七單成交 一單租盤 赤租36 最近的赤價成交 小單位 反而是 都徘徊在低位 沒有說有回升的跡象 19年入企 現在五年左右 樓盤 很新的 半新盤 成交量一向 不是特別多 在設立前 都是零星個案 一個月大概 一兩單 一兩單 現在賣14000來講 就有少少比較貴 又不是市區都賣14000 也沒有什麼美麗海景 純粹是高層單位 那我就覺得 略為貴了少少 這一類盤 將來應該最多 是11000至11000左右 現在就 還賣12000至13000 我就 怎麼都覺得 是一段時間還沒跌完 海日灣來說 近期成交 我就 不算見到有很多 其實 大概一個星期有兩三單 你設立都設了過幾月 其實 是不是有很大的反彈呢 又見不到 我自己看法 可以不要碰這些盤 就 短期內都不要碰 除非你說是有些很特別的原因 即是說 中了六合彩 沒所謂 虧多少 沒所謂 我忠情這個樓盤 你就買咯 但如果你要借貸的話 現階段 我建議你買些市區樓 比買這些山區樓 好 有些人說 將來會有地鐵站 那就建立了才算 炒預期這些東西 現階段來說 我就覺得不值咯 大家好 市場上的蝕樣個案 仍然持續增加 有不少的樓盤 都要蝕超過差不多20% 過100萬離場 最新消息 我們看看 將軍澳區的成交 將軍澳、日出康城、新島城 其實都有很多蝕樣 我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單是在新都城二旗 11座高層A室單位 441呎兩房山景 最終成交價減至635萬 成交車價14300多 這單位業主在21年用770萬高位摩頂入市 21年是香港樓市的最頂位 用一個瘋狂的價錢 去買一個 441呎的鐵路盤 抵他輸錢 這些是沒得說的 炒家務 訂入市 現在蝕樣未計 買樓開支成本 蝕了135萬 加上買樓開支成本 蝕超過兩成 應該蝕差不多 一百七十至一百八十萬 差不多蝕了二百萬 這個單位 即是七百多萬 差不多蝕了兩成 現在看回 新都城近期的成交 很多都是業主蝕讓離場的盤 譬如有些人說 設立後市貨沒有轉好嗎 其實就不見得有轉好的跡象 4月2日有一單蝕21% 有一單蝕8% 15% 另外就3月21日 3月18日 都有兩單蝕超過10% 另外呢 設立之後 3月8日 都有單蝕10% 那在 設立的 最近期 這一個多月呢 大概有18單的二手成交 有14單的租務 那 赤價來說 租本 三百多呎 這一類的單位 就可以租到15000-16000左右 赤租就大概40元左右 回報是很低的 你說買樓做投資 基本上我不會太建議 因為樓市還沒跌完 你這麼快入市 就等於你 那些股票撈底 越撈就越低 混的也混不淡 那現在這一單 就14000-16000 尺 大部分都是這樣 除非是一些比較舊的單位 那些裝修比較差 如果不是呢 大部分成交價都是這樣 尺價沒有明顯的回升即像 是的 樓市高峰期 它賣到17000-18000一尺 現在就14000 都跌了兩成左右 鐵路本來說 算是跌得比較少 有些大西北的話 跌了兩成多三成都有 是的 那麼 主要成交都在二期那裡 三期有 都不算很多 一期三期都不算很多 主要都是一些 細單位成交為主 是的 都是自用客主要 這裏 最近成交都不算很多 其實都跌了一個月多一點 都是大概兩天有一單而已 二手樓盤來說 近期二手成交都是慢了下來的 是的 虧樣都不少 之前都說過 一二三四五六 十幾單裏面有三分的都是虧錢離場 虧得最金一單 就虧虧兩成幾 都虧虧百幾二百萬 七百幾萬買回來 是的 我自己看法就是 樓市是未跌完的 新都城 就二十幾年歷史 比較年輕一點 最大優勢就是三期都很方便 在地鐵站上蓋出面 它不需要好天曬落雨林 將軍澳區來說 這個區是早發展的 背套都完善好 康城 你給我選擇 我一定是買這裏 不會買康城 康城人多 背套差 交通差 如果買康城 將來試得更金 我自己看 新都城還有一段跌 跌了10%左右 短期內跌多10% 12000尺 有機會 大概12000尺 都會比較安全穩陣的價位 還未跌完 我自己看就是這樣 好了 大家好 樓市市況 未見沉底 有些香港代理 就不停說樓市已經見底 快點入市 市場上成交消息作準 就看不到底 因為蝕樣繼續增加 赤價繼續下跌 大部分屋苑 當然 有不少的業主 終於賣掉了 市場的氣氛是有轉好的 成交量是有少量的回升 不可以說大反彈 那些什麼大陽春 純屬是做夢 這個春夢 上年都發過一次 如果你仍然 還相信香港代理 就代理輸錢 我自己看法 今年 12月31號 埋單 都是 香港樓市最少 還要跌多一兩成以上 如果你想 補本補命 現在是什麼 學車公話齋 什麼都不要做 這是最好的做法 我們看看蝕樣個案 馬鞍山 蝕樣成交 馬鞍山 曉峰灣半 五座 低層B室單位 482呎 中型房 兩房 向北望海景 在設立之前 已經放盤 叫價690萬 最終仍然要減到差不多一成 成交價為625萬 赤價12900多 業主 20年4月買入 當時730萬 持貨4年 未計算買樓的成本 已經虧了105萬 單位 持貨 剛剛好4年 虧了14% 計算買樓的開支 應該虧了823萬 有些稅行集費 要付 律師費 這個盤 24年歷史 近哪裏呢 曉峰灣半 近大水坑站 你出了車站 走大概 8至10分鐘 就會回到屋苑 你說是不是很近呢 就不是很近 這個價錢 13000 20多年 比較年輕 其實樓可以分 30年以上 和30年以下 30年以下 普遍都會貴一點 視乎地區 和座向 這個盤是不錯的 但還在賣接近13000 略為貴一點 對上一單成交 就是3月中 那當時的赤價 就 有些盤 就賣 12000 多些 有些是1萬 多 那 其實 就成交 一向都不是特別多 這裡 我自己看 就 應該 有機會 會回落到 去 大概 一萬 以下 大概 短期看 是看 八千 五 至九千 這個水平 一定會跌穿 一萬 成交 我自己看 如果你想 入市 的話 這一類 盤 現階段 都不算 很划 而且 13000 尺 選擇 其實還有很多 未必要買大水坑站 當然 有些人可能喜歡大水坑站 可能是 亡海 那些樓齡比較新 未洗三十年 那我自己看法就是 如果你想買自用樓的話 現階段未是最好的時機 那我自己看 你應該還要等它跌到 下去 一萬元尺以下 才是比較安全一點的價位 好 大家好 那 四月 第一個星期 就切辣過了一個多月 那市場上面呢 成交是回升的 無論一手 還是二手呢 都開始 陸續有成交多了 那但是呢 蝕樣的個案呢 仍然是繼續有上升的趨勢 那在三月來說呢 蝕樣的數字大概都是 維持在百幾至二百單的 左右 那未算平手離場的 那些 可能是有差不多接近 成交的四分一左右呢 都是一些沒有錢賺的個案 是持貨超過五年以上的 都沒有錢賺 那有個別的業主呢 更加是要蝕錢離場 那香港代理呢 只會跟你說 把握最後入市時機 那但是 過去一個月 市場上面 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倒閉消息 那如果告訴你 你聽 經濟是 差了 那但是 樓市是平衡時空 你相不相信呢 那樓市 股市 和經濟呢 是 互相緊構的 不會是突然之間 有一邊呢 是很好生意 另一邊呢 就是 要蝕錢離場的 那基本上是 吹水居多的 那市場上面 充斥著大量的 減價放盤 那些什麼 反價封盤 那些呢 就純粹說的 香港代理呢 是一班 絕對是 無良的 社會垃圾 只是 不停放一些 假消息 讀新聞 去逼 去危害香港 買樓的市民 市況好的時候呢 他就 搞夠買家 叫買家追價入市 市況差的時候呢 他就逼一些 騙一些 賣樓的人呢 減價賣樓 他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 成交 又用收 那一手樓 當然是回升 因為發展商 劈價大平賣嘛 還要加上有回佣 就是說呢 你幫他托住 樓價之餘呢 還有 錢給他賺 他肯定是神 那 但是 現在實際的市面情況 大家心中有數啦 不要說我講啦 那些人可以回大陸 食玩買 下一步他就回大陸 買樓 但是 他現在有些人住 天水圍 住 近大陸的 他們那些 回去大陸 深圳 一個小時 他比出市區還近 你不難保他將來有一天 退休的時候 他是賣了香港一層樓 回大陸住 甚至乎 直接在大陸住 他覺得 在香港住這麼辛苦 不如回大陸住 香港的成本這麼貴 喂大哥 吃餐飯都 吃個茶餐廳都差不多 七八十元下樓 那 會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會考慮 回大陸住 其實都吸不少錢的 那裏 尤其是存在價差 那 我們還是說回蝕樣先 好 大家好 我們繼續看看一些樓市的 最新成交 蝕樣或者叫低價成交的消息 我休息了一個月 大家都知道 應該我又去了旅行 去完旅行回來 又休養了幾天 還有跟進一些倒閉的消息 有興趣去看片 支持一下 我也follow來到五萬多 多謝大家支持 我從來都不賣廣告 我只是根據市場上的消息 有那句說過一句 有很多人都留言說 可不可以盡快說蝕樣 我猜不到有這麼多忠實的觀眾 都多謝你們 我們繼續說 長話短說 先來看一些元朗區的成交 元朗 進聯1B期 即是拍Yoho 6A座 中層D室 面積是723呎 三房間隔 外望開陽城市景 最終減價至710萬成交 赤價9820元 設立後 都利好一些不同區域的樓盤成交 包括這些大西北的樓盤 最主要就是 他們赤價會比市區的樓便便些 容易吃些 這些單位 現在都是一萬元赤以下 但是跌市的時候 買近買市中心 不會買山區的 否則將來你要轉售 是賣不到的 這個單位 業主在八年前 用七百二十 不是七百 七十二萬買入 拿貨八年 虧了六十二萬多 跌了8% 現在屋苑有二百多個放盤 我自己看的話 這個元朗進聯1B期 其實是不值這個價 因為地理位置很偏遠 駕車都嫌遠 雖然它是有駁車 但是我覺得這些屋苑 現在市場去買這些樓 將來你要脫手 即是你想住住一下 不太喜歡 想轉手買樓 你很難找人接貨 你自己看回 它設立後 成交只有一單 還是兩單 赤價都是大概一萬元左右 這一單還要是新低 早前 還沒設立之前 一個月大概賣到一兩單 現在設立後 還是維持差不多 但是赤價還要繼續便宜才賣得出 去到一萬元以下 已經 最近一年的成交來說 是最低的 這個單位 去到九千多元 即九千多元一呎 就算是近排的新低 我自己看 這一類的盤 雖然掛著YOHO系列 但是還是不要碰 雖然說是新一些 嘩 它還是未夠十年歐零 但地理位置實在太差 我自己建議就是 跌市的時候 不要急 不要被人一些假消息混亂到你 嗯 市區樓價還要跌兩三成的時候 你買大西北 將來 那些人同一個價錢 喂 嘩 你那裏都要九千元八千元一呎 市區樓都要一萬 差不多價錢的時候 那些人還會不會買大西北的盤呢 是吧 即是新樓周圍都有 半新樓周圍都有 那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原因 要買這麼偏遠的地區 除非你想著 啊 我是不用怎麼出去上班的 我是退休人士來的 買了就是自用住個小 我又喜歡夠寧靜 那樣 貪區屋苑夠新 又有配套 又有泳池 又是大屋苑 那當然 如果你覺得這些單位 價錢你對的 而且又合適 你 你不要借這麼高乘數的按揭 或者你全批買 我覺得可以的 即是你全批你虧得起嘛 但是如果你是借很高乘數 想著借90% 八成這樣 即是 揹著一個很重的負債去買這些房子 我就真的不建議的 或者是遲些才買 這個盤 這類盤 八千元以下才是 比較安全穩陣的一個價位 好 大家好 這一陣子 大家比較留意到的新聞 就是 倒閉新聞 我都有跟進一下 香港市面的倒閉情報倒閉消息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看看我去逛街 我又回到香港之後 就走了差不多二十個小時的街 我有拍片 首先由太子走到尖沙咀 亦都發現了 這個三月裏面倒閉的店鋪 是非常之多的 那其實 如果那些人還會覺得 是樓市是會反彈 是一個很天真的想法 經濟 香港已經明顯是向下流行 那 如果你今日買樓的話 基本上兩年後你宣佈 不見二十 三十 是很正常的事 因為現在很多樓 都在使用一些 高回傭桌底回傭的方式去買樓 即是說 它買的赤價報出來 可能是13000-14000-15000一呎 但實際上成交的赤價 扣除了回佣之後 可能實際是賣10,000-11000一呎 這些造假的東西 香港政府就會看不到 聽不到 看不到 媒體也不會報導 市場上面只會繼續唱好 騙人入市 當倒閉潮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去到 經濟下行的第二階段 接下來就會有大量人的失業 大量人的失業就會造成樓市斷工 有很多人選擇賣樓 或者選擇 破產 市場上面會出現更加多的減價盤 破產盤 call loan之後收回來的盤 銀主盤 市場只會 價錢一路繼續向下走 這個是必然的事實 經濟下行 如果跟你說樓市會反彈 是完全天真的想法 我在這裡忠告大家 地產主席 貿貿人 都說了 現在是保本 保命的年代 如果現在這一刻 那麼高風險的時候 你選擇去借幾百萬的借貸去買樓 那 你是在做一個跟自己 對賭的一個賭局 還要是必定會輸的賭局 那麼 我們不要說切辣到底有沒有效 你只是看過去一個月 切了辣 蝕樣的成交 仍然是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了40% 那仍然是百幾二百單蝕樣成交 其實你看到每一個區的業主 除了第一兩個星期 有個別的成交是反倒價成功的 個案之後 其實去到第2、3、4、5、6個星期 切辣的效果對於二手樓市 是帶不到一些很正面的作用出來的 成交繼續是下跌 香港樓市 在 第1、2個星期切辣 一手二手都是回升的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始終飢餓了那麼久 那麼多人等了這個時刻那麼久 一定有一些 沒有那麼聰明的投資者入市 對啦 炒家就當然沒有所謂啦 他們跟 發展商有計談 你怎知道他桌底收多少錢 對嗎 對呀 17000元和你買個單位 但是他桌底收多少錢回佣 你知道嗎 對嗎 那麼 一個單位最高可以收50%回佣 對啦 他隨時 就是 他還有錢賺 告訴你 其實 樓演財演 是存在的 財經演員有 樓市演員也會有的 那我自己看法就是 仍然都是相信樓市 不會那麼快跌完的 現在只是 去到一個政府剛剛干預的地步 但是 他出了招 之後 很快又會無效 繼續向下走 我自己看 就是 短期內 會看跌到25年的下半年 和26年的上半年 最早跌完 就是慢慢開始稍為 那個 企穩回 沉底 可能要跌到25年的下半年 或者26年的年頭 距離跌市 叫做跌到 存定的位置 可能還要 兩年至三年 是的 那麼 其實你看看成交就知道了 成交是升的 但是赤價是沒有回升 一手又有桌底回佣 他們的參考價 是完全不可以用來做比較的 是的 你既然見到他減價 我經常都說 李嘉誠 他們的詳實集團 他們 阿誠哥 他是一個 這個樓市發展商裡面 最有實力的一位 為什麼他們 都要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把他們手頭上的盤 用一個這麼高 折讓價錢 的價值去推盤呢 你一個不等錢花的人 為什麼 蝕著也要走 他當然是不看好前景 趕快逃亡式走路 那麼 如果一個發展商 這麼有實力的發展商 都要減價賣樓 套現 保本保命呢 其實你看到 那個前景是不會好得去哪 他們有專業的團隊 幫他們分析前景走勢 阿誠哥也有經驗 你想想 他們一班 比你更專業 在這一行 看了這麼多年 經歷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 他們是 一定是給你清楚 樓市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既然他們沒有壓力之下 沒有財政的壓力之下 都要選擇劈價出貨 很明顯是一定有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看 如果那個一手盤 賣得好 短期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當你發現香港 一手市場的新盤 去到某一個階段 可能 頭幾個一手盤 減價的一手盤 都賣得好 這是必然的事實 因為仍然有一班人想賣樓 還有有一班大陸人 為什麼會多了大陸人買樓呢 因為他們不清楚香港市場上的真實消息 那些大陸的agent 即是那些agent 只會跟他們說 香港代理跟他們說 香港的樓 很划算買呀 你看看香港的樓已經跌了20%呀 快點來買啦 如果不是 被人買了 你看買得多好 大陸人為什麼會被人水了入局呢 因為他們得到的消息 不夠我們多 我們就很清楚香港的樓市 不是正常的 但大陸人不是呀 他們現在還有些錢的那班 他們多少受到一個片面的消息 即是他們只聽到香港樓市會大反彈 哇切辣啦 發財啦 你現在買樓啦 一定賺啦 但他們不會看到 原來香港另一面 是倒閉潮的 哇很多人失業 十幾二十萬人失業 這麼多間超級市場都要倒閉 舖頭倒閉 慢慢就影響很大 一個舖頭不只是請員工 舖頭的營運有很多東西 譬如供應商呀 運輸呀 清潔呀 接著 你又拿少了貨 你拿少了貨 那麼 供應商就炒人 甚至乎有些供應商被人拖數 倒閉 供應商那些員工又糟糕了 接著那些大的機構呢 他們為什麼會補本補命到呢 就因為他們呢 用這個 成本的優勢 他多舖頭 中央工場 他什麼成本都比你們低 他賺少幾元 減價賣個套餐 三十八元 午餐 他都有錢賺 你不夠他鬥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那麼 綜合這麼多的壞消息 短期內會有反彈呢 即是成交量反彈呢 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 他可以反彈到多久呢 我估計就三個月 四個月左右 例如2月28日切辣啦 我們當3月1號 切辣 加3個月 即是去到6月5月 這樣 那接下來可能下半年 去到7月 8月 可能就會到頭跌 最大的訊號呢 就是一手樓 如果繼續賣下去 開始有些盤呢 是賣不動呢 你看到這些一手盤呢 減了價 都說不可以一次 推一百多個盤 其實那些推盤呢 一次是推百多個盤 或者是二百個盤 他們不是一次過推千多個單位出來賣 百多個盤都賣不完呢 那個時候 很快就會轉小 那繼續向下跌 一手都賣不動的時候 就代表市場飽和 其實二手市場的業主都要賣樓 那怎麼辦呢 你那些一手樓又繼續減價 很多業主 譬如移民盤 或者等錢花的盤 有些人賣樓要周轉的 那一定會繼續有很多不同的地區的業主 會因為個人原因 繼續減價賣樓的 那你見到 過去這個 三十幾天四十幾天的 設立後的成交 仍然是有很多單位 甚至是創了某某屋苑的新低 就是這樣 那我們繼續看看其他樓市的 實驗消息 好 大家好 我們繼續看這些成交紀錄 那為什麼過去一個月 大家好像看新聞 少了人說這個實驗 其實就是一個刻意的傳媒操縱 那現在壟斷了香港傳媒主要媒體的 一些報導 都是由一些發展商 或者是友好的傳媒去操控 那就是說 他喜歡報導 好消息的時候 你就不會看到 有壞消息 那市場上面 你看到 其實成交洩釀的個案 仍然都是非常之多 每天都有幾單 十單八單 但是傳媒已經不會再報導 他只會報導給你聽 哪一個單位 最近 就價錢上面回升了 十個巴仙 但是他就不會報導 剩下那九單成交 是洩釀 還有沒有錢賺離場 這個操控傳媒的力量 就是他們玩了 我們只能夠在網上的媒體 做一個 公開的 消息 我們先來看一些 先達廣場的舖市 那我就 都有一些舖市可以說一下 那先達呢 現在就沒有了 遊客啦 沒有了鬼佬 沒有了 中國遊客 沒有了客 變相呢 那些舖就不值錢了 那有個舖 120呎 198萬賣出 13年 虧了76% 輸了650 那當年呢 這些舖 一個舖子可以租到20萬30萬的租金 就是他 以往這些先達的舖位 一舖難求 還有天價租金 那 尤其是在一樓 那現在這個單位呢 在 那麼多年之後 就算他收租一年 一百萬也好 都 只是能夠叫做 平手離場 因為他歷史性的高峰很短 先達 最高峰的時期呢 就是早幾年 十年前 iPhone的年代 但是其實在 大陸也有iPhone賣之後呢 已經失去了那個 高天價的價值 那麼去到後來的租金已經是由高位30萬20萬 跌到四五萬租金 所以其實他這一單呢 最終埋單應該都是要虧錢離場的 所以 那麼 現在這樣的舖市呢 他還可以賣到二百萬走 真是偷銷 持續了十三年貨 我當他收租了十三年 完全是 應該是全蓋了 現在的市值租金呢 是五千元 但是高峰時期呢 十萬都有的 可以租到 那麼現在七除八扣 他當年買入價是八百三十八萬 那麼今次是六百幾萬 計算他 過去十三年的租金匯報 都是賺不回的 那麼 香港會不會重返 以前那麼厲害呢 就沒有機會了 因為已經失去了國際的地位 變成一個中國城市 那麼大量的店舖呢 將會在未來 兩年三年內 那個價值會大跌 就算那些人丟空的店舖也好 你整條街的那些店舖呢 那些租金都會回落的 你除非你是一個大業主 你是一個商場裡面 那麼當然你是一個發展商操控著商場裡面 你可以令到商場 不減租 但是 街鋪不行 街鋪不是同一的嘛 街鋪是 由不同的一些投資者持有的 那你不租給別人而已 隔壁的店舖也會租給別人嘛 是不是 全條街 只有你一個不租 你的鋪位 隔壁左右的估值都會降低的時候 你的單位 一樣都會降租 甚至降低價值 變相就是整個屋苑 那單位就算你丟空10年不租出去 你那個屋苑的赤租 赤價跌 你的單位最終都是要跌價的 其實同一道你舖市都是 整個舖 整條商場 或者那條街 你前後左右整層都減價 減租 那你 那單位 再丟空都好 你最後都要跟隨大市回落 那現在的香港市況 舖市會跌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香港舖市 短期內不會大跌 因為 還有一班勇者衝進來創業 當然它對比高峰時期的租金是回落了 15-20% 但是 仍然是未去到正常水平 正常水平應該是要再跌多20%左右 香港市場的租金 已經失去了國際地位 沒有了遊客 其實它只能做 普通民生的生意 高峰期回落一半 才是正常的水平 我自己看 未來三年內 香港 無論是樓市還是舖市 都會呈現一個 慢慢跌的局面 你說有些業主公園 但是不是全香港的店鋪 業主都公園 一條街有三間店鋪 都減租 你那些店鋪位 你那些業主公園也好 你都會被人拉低了 他整條街街 喂 你不要落到那裏 對呀 有些人有三間店鋪公園 但只剩下七間 只剩下十間店鋪 他們那些業主減租 肯租給人 那你那三間店鋪丟空了 最後你將來市值都會跌 我自己的看法仍然是香港的樓市 無論是 商鋪物業 住宅物業 未來三五年內 都會呈現一個下跌的趨勢 它不會一下子暴跌 不會說一個月之間 大跌一半 大跌三成 大跌兩成 它會呈現一個 緩緩向下走的趨勢 其實一個月跌一個% 三十個月兩年半 最後都是要跌兩三成 即 那些人經常說 業主公園 其實實際上 公園的業主 不是那麼多 而且 你們是低估了他們 將單位 再去 疑案套現 去買第二間店鋪 你看到的東西 不代表你看得完全部的東西 香港也說 有40%的業主 香港樓是公園的 但沒有人跟你說 40%公園的業主 拿了層樓來 套現 現金周轉 或者是套現層樓 二按 拿些錢出來給子女買樓 最終 其實層樓仍然都是欠債的 其實層樓雖然表面上是公園 但其實實際上仍然有貸款 很多人都是這樣炒的 尤其是舖市那些 公園 套現 借那塊錢 再去買 再去買第二個店鋪 所以一倒閉 其實你看到有些炒家是瘋狂套現的 那這些又是你們不會看得很清楚 不會很留意到的盲點 好 大家好 我們繼續看下一些 蝕揚的一些統計資料 好 在2月28日至3月28日 過去一個月設立的 成交裏面 我們跟大家去跟進 根據統計發現 二手市場交投量雖然明顯增加回升 在設立的第1個禮拜和第2個禮拜 都是屬於上升的趨勢 踏入第3個禮拜 各個發展商的一手盤 和一些貨味 都開始減價的時候 就搶了二手市場的客源 市場上 買樓的准買家 只有一批人 即是來來去都是那幾千人 或者那千多人 要買樓的人 他們只能夠二選一 買了二手樓 他們就不會買新樓 買了新樓 他們就不會買二手樓 即是在市場上 供應是多於需求的 所以一手樓減價的時候 二手樓就交投即時大幅回落 在第1個禮拜 第2個禮拜 都是升的 去到第3個禮拜 第4個禮拜 下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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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幅回落七成 即是成交數字 成交量 整個香港 無論是一手 一手二手 都是處於 一個回升的狀態 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雖然一手二手交投量上升 但是 市場上 外面仍然有大量的 洩漾個案 如果市場轉好的話 正常來說 洩漾的個案 應該是同步減少的 因為 價錢回升 當然就是無回升 大部分二手樓的赤價 都是無回升的 更甚者 你看到九龍灣的新盤 康城的新盤 屯門的貨尾 各區的一些貨尾 都是繼續 比起 開售的時候 都要平兩成以上 市區樓減 一手的樓盤 減價 最大影響 當然是二手的赤價 繼續要用低價發售 甚至乎有業主 在第1個星期 封盤反價 最後 第3個星期的時候 賣出單位 比起之前叫價要低 本來叫400萬 但是最終 要350萬才賣出 比起之前開售價 還要低 蝕樣個案 也超過100單 是連續 已經十幾個月 蝕樣個案 是處於一個 三位數字 以上的 統計 2月28日 設立當日 到現在 有146宗的二手成交 是虧的 比起2月 還要增加了 為什麼呢 成交的回升 同時 拉動了 有一些業主 盡快想套演來場 這些都會令到二手的蝕樣同步增加 上個月2月 就有105宗蝕樣 今個月再增加了41宗 去到140多宗 帳面加上 這麼多個單位 虧了兩億多 分區計 新界區 重災區 有104個單位 九龍加港島 大約每個地區有20單 如果再拆細去看 沙田區 也有30單 是 虧得最多的地區 那麼 虧得最金的 就有一個豪宅單位 有一個炒加2000多呎的四房 連同平台 1.38億放售 最終 設立完之後 以8000萬左右賣出 赤加29000多 單位 虧了超過40% 有不少的 一些中小型單位 仍然 虧了很多 在 早兩三年買下的 小單位 也是重災區 不止豪宅 獨立屋 亦有虧樣 有很多 有錢人 或者叫上算 比較有能力的那一班 早期買下的 獨立屋 豪宅盤 趁著現在有大陸人接貨 就盡快套現 所以亦有 多了豪宅的虧樣 成交個案 屯門 Lofo 一房單位 亦都是 買了兩年 就已經虧了一成 有一個Lofo 一房 428萬 成交 1B 3座 1B 3座 中層 F室 294尺 473萬 虧了45萬 反價再減價 偉華中心 有個單位 虧了100萬 有不少反價的業主 最終仍然 減價再 去推售 沙田偉華中心 二座 中層 F室 兩房單位 反價20萬 最終 沒有人肯承接 還要反過來 加了20萬 推盤 最終要倒扣 30萬 至500萬 才減出 這個單位 最終 赤價是13000多 業主一炒家 四年 虧了112萬 經濟 新界區 整個新界 市佛104單 正體地區 18區 沙田區 蝕得最多 沙田區有30單 虧量幅度最大 27% 基本上 大部份的業主 原因就是 在最近幾年 高位的 摸頂買入 虧量的 星連海 3A 座中層 這單位780呎三房 開價1000萬放售 成交價980萬 赤價12000多 由高位回落下跌了20% 接近26% 這單位持貨5年 大約虧了337萬 九龍區和廣島區 大約有20宗虧養 上水龍峰花園 三房單位虧了65萬 也有柏麗灣三房 持貨6年貨虧了82萬 元朗津泊跌穿9000元一尺 津泊三房685萬成交 最終重創元朗屋苑 赤價破紀錄最新低 跌到6000多元一尺 你見到 在這裏 赤價破紀錄最新低 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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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尺 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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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海景 虧四百萬 一千零六十萬 賣出 南灣半島 也有成交量 有回升 但基本上 有接近三分一的業主 都是虧錢離場 我自己看法 就是 其實 這次的設立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好 去年炒通關 是 一手是受惠 之餘 二手 都炒起 當時 二三年 年頭 第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那三四個月 大家這一劑的通關 偉過 是令到 二手市場 都大幅回升 但是 這次 反而 你看到 全設立之後 大部分 一手發展商 都減價 出貨 爭食 現在 到了 太弱 流強的階段 有很多發展商 實力不足 已經是欠債很多 負債比率非常高 為求 自保離場 很多都把手上的現貨 貨尾 甚至是 樓花 都是在短短的設立 一兩個禮拜後 即時 推出市場 但是 你看到 反應就是 第一張價單 是賣得完 第二張價單 加推 已經是沒有人接貨 來到 第四個禮拜 最震撼的 當然是 成哥的 黃竹坑新盤 第一張價單 最低的單位 18000多元 第二張價單 19000多元 都不敢加價 加推 其實你會整體上看到 連成哥都大頭砍價 我經常都說 天底下 要數和成哥對賭 贏到成哥的人 天底下不出十個 如果 李嘉誠 這麼低負債 完全是沒有壓力之下 都要減價推盤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今天 一萬八千九百元 都不賣 將來市場 繼續跌下來 是 不能再賣到這個價 即是 趁著現在 還算是 高位 今天 他說自己 虧小檔贏 其實都反映到 他已經 完全不看好 香港的 樓市前景 和側面反映了 他是看繼續跌 否則 正路發展商 是沒有可能 說自己 虧小檔贏 去推盤 正常的應該要平手 當然 他這些都是話術 但我估計 他這個盤 其實也是有錢賺 只是賺少了 當然跟別人說 自己虧錢 良心價 賺夠了 大家好 我們繼續看樓盤走勢 成交紀錄 我們先看鐵路盤 二手樓盤 先看九龍區市中心 德福花園 夠了 代表性 你以為 撤了一個月之後 市房是否會大反彈 其實 不是 當然 地產佬 和廣告地產商 一定是跟你說 大陽春 發春夢 但市房 其實你見到 赤價仍然是 繼續低開低走 甚至乎是繼續向下 我和你看了一個 德福花園的三月 設立之後的成交紀錄 設立之後的德福花園 大概就有九宗的租無成交 九宗的二手樓盤成交個案 即是說 有沒有大陽春 就沒有 發春夢 就有 我們先來看看租金 租金 大概400尺 500尺左右的單位 其實只是租15000元 回報赤價 只是30元一尺 如果今時今日你還在發夢 買房子 投資 收租 是可以賺到錢 你絕對是瘋人說夢 今時今日買房子 收租 這件事 已經是不會有錢賺 亦都不會有機會賺到錢 只是賺1% 2%的微利 與其是這樣 你拿著幾百萬現金 其實你隨便賺到債券 隨便 就算拿去做定期 你賺的錢也會比收租 為何要被地產佬 哄你買房子做投資 可以輸身家 有得收 買股票也有得收 你買房子隨時 一會下跌一半 買債券 買基金 這些好過 甚至乎 你喜歡加到強積金 都可以 強積金 都比買房子少 我相信 現在 我們繼續看得福的成交消息 有9單成交 有2單是虧25%的 大家想 哇 得福花園 地鐵上蓋 九龍區的市中心 九龍灣站的上蓋 會不會很貴呢 如果很貴的話 你就太天真了 其實它在撤蠟後 3月1日已經開始有成交 撤蠟後第一單 就是虧了25% 成交價是500萬 虧了25% 跌到500萬 一尺 這個單位是500多尺 只有500萬 只是 A座一樓的單位 虧了25% 虧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虧了一百多萬 差不多虧了二百萬 其實是 很誇張 這個盤在2020年買入 即是持貨三年 即是剛好持貨 三年多 四年 已經虧了四分之一 這個盤很傷 另外 有一個A座三樓單位 556尺 尺價大概一萬元左右 都是虧了25% 成交價590萬 又虧了差不多兩百萬 這個單位 556尺 590萬 尺價一萬零幾 另外 有一單是3月8日 D座十一樓 有個538尺 賣538萬 一萬元一尺 大概維持著 九千多元至一萬元左右的水平 有沒有大回升 看不到大回升 我們繼續看 再下一單 又是九千多元一尺 成交 C座九樓 517尺 賣470萬 跌穿五百萬 這個成交價 一直以來 德福其實都賣得很貴 但現在已經跌穿了 赤價一萬元 很多盤 500尺 左近的單位 只是四百多萬 當然還是貴 比起以往 已經跌了差不多 接近30% 都有 這個盤 C座九樓 九千二百多元一尺 四百七十八萬 五百十七尺 是沒有錢賺的 買了十一年 都沒有錢賺 下一單 三月十四 德福A座七樓 不是 A座七樓 A座五百十七尺 五百萬 九千六百多元一尺 這個單位 就在二十年前買 當然賺錢離場 另外 22號 有一單成交 就是四百九十七尺 賣五百萬 赤價一萬元左右 另外 最近有一單成交 就是五百五十六尺 五百二十萬 赤價 就是九千三百多元一尺 即是在三月內 一單 兩單 三單 四單 有接近一半的成交 赤價 都是一萬元以下 那些地產代理 跟你說 大陽春 大回升 數據就不騙人 地產代理會騙人 那我就看不到 有回升的趨勢 那麼這些 這麼有參考性的鐵路盤 都沒有大幅度的回升 都沒有成交大回升 其實你看到的趨勢 就是 那些人 其實都不是很積極入市 另外 有一個原因 就是有些人 去了買新樓 那麼 同步 即是設立之後 一個禮拜後 已經看到很多的新樓盤發展商 將現貨的貨尾 再減價出售 設立了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將新樓盤的貨尾 減價出售 有很多 在去年 前年 買了一手盤的業主 就坐艇了 即時坐艇 有個別的屋苑 即是新樓盤的貨尾 貨尾 貨尾賣的價錢 是比起上年賣 前年賣 便宜了接近兩成以上 那麼 有很多都未收樓 樓都未收 已經不見了首期 很多都是借八成借九成借得很盡的 那麼你看到的趨勢呢 整個二手市場 其實沒有很大的反彈 那麼我經常都說 市況最差的環境會是怎樣呢 最差的情況之下就是 各大的一手發展商 將他們手頭上面 積存了的貨尾 劈價式套現 你看到在三月裡面 首先有九龍灣的新盤 深水埗 長沙環 康城 甚至乎大西北 元朗屯門 新盤 貨尾 全部都是 試水溫劈價去吸客 當然三月裡面 成交是有回升的 但是呢 是很快已經 即是叫做吃飽了 那麼你看到呢 它是威是小的 有很多新盤 第一輪賣的盤 一拿了百多個單位出來賣 第一輪呢 是賣得完 或者賣得好 叫做 賣七八成 或者 但是你會很快看到 他們加推的第二輪 第三輪貨 貨 就是賣不出的 那 即是代表什麼呢 它一加價 市場上的 購買者 那些業主 就不收貨 你一加價 我就不會買的 所以 是不成立 說什麼大陽春 還有這一劑的設立位哥 是 效力更短於去年 通關於西藥 那我相信呢 在大概六七月開始 那些一手樓盤 食製了之後 即是那些一手樓盤 減價 不停減價 當越來越多的樓盤 加入減價戰 呢 二手市場又會再度歸零 那在剛剛設立了的 一個多月裡面 四五個星期裡面 那你會見到一手樓 是成交量 因為是減價 那就吸客了 那但是二手市場呢 就 第三個星期開始 的成交已經是大幅回落 八成九成 有些屋苑甚至乎已經是沒有成交 那剩下的業主呢 要將手頭的貨要賣出去 就變成了他們是要 要捱這個被人割價 那之前呢 有些人經常說 什麼業主反價 業主加價 其實是沒有的 大部分加了價呢 都被人挫回頭 有很多新聞都是 業主加了十萬 最後賣的價錢呢 不止減十萬 那我自己看法呢 仍然都要相信 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埋單的時候呢 二手的市場 或者一手的市場呢 那個赤價是會繼續 跌多最少一成 甚至乎 有些屋苑會跌兩成以上 那今年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即是一、二月裡面 其實香港的整體樓價呢 已經跌了差不多接近八個巴仙 即是短短切立之前 那兩個月呢 已經跌了差不多十個巴仙 所以你說全年跌兩成以上呢 其實是 不是一個很遠的事情 好了,大家好 今天回到香港 跟進回香港樓市 設立過了一個月多些 那現在呢 設立後的情況呢 就開始逐步明朗化了 那我們今個月呢 就 可以 這個叫做 跟大家 統計或者總結一下 這個數字或者走勢啦 那先來講 不如說一說九龍區 一些比較多人會去留意的屋苑成交 那我們就先看淘大花園 那淘大花園呢 最新一單的成交呢 都是蝕樣 那就是蝕了20% 成交價是488萬2A期H 還有30樓一個單位 那尺價就大概1萬2千塊左右 那最近 淘大的成交平均價 都是1萬1元至1萬2元 左右的水平 那 設立之後 最近30天 淘大花園的數字呢 就是 大概有 15單的成交 12單 其實 前兩三個星期 就是 升得比較快 就是 那個成交數字 升得比較快 但是 去到下半個月 即是 第2 3 3 4個星期 你會看到 二手的成交是大回落的 最主要就是一手扭 瘋狂大家爭著出貨 變相大部分的業主 都 去了 看 一手扭 就沒有再留意二手扭 所以二手的成交量 頭兩個星期是升的 之後呢 大幅回落 回復一些 很零星的個案 那 淘大花園呢 最近30天 15單裡面 就大概有 3 4單 都是 蝕讓 或者平手離場 那 佔的比例 就大概 是 25% 左右 3分 4分 左右 最新的一單 就蝕兩成 另外 21號 有一單 就蝕兩成 還有一個單位 460萬 390呎 就蝕26% 1元 多一點 一呎 我們逐個單位看看 我們看看一些 蝕讓成交數字 和成交 最低的 赤價呢 就有一個 一旗D座 22樓 400萬 390呎 就是1萬元 一呎 那 另外 都有一單 都是1萬元 一呎 就是391呎 的單位 因為早前 為什麼會 有低價成交 不是說 撤掉了 市場很好 反應很好嗎 不是說 業主都加了價嗎 其實就沒有這回事 因為 在第2個星期開始 無論是 九龍區好 屯門大西北 將軍澳 康城 甚至乎 現在去到 黃竹坑 各區都有新盤 或者新盤的貨味 用一個低價錢 減價 推貨 變相 很多業主 拍夜長夢多 亦都不敢說 什麼加價 又說 什麼反價 沒有這些 大部分 仍然都是一些 移民盤 減價盤 繼續用一個 很低的價錢 出貨 有兩單 就是1萬元 左右成交 另外一單 2A旗J座 低層單位 就是45391尺 1萬1千1百 1萬1千3百元 左右一尺 其他的 譬如 蝕樣 我們看蝕樣 有一個單位 一旗淘大花園C座 18樓一個單位 就是390尺 成交價 就是460萬 蝕了26% 即是 差不多在接近 600萬 差不多500多 600萬 差不多賣 蝕了100多萬 這單很傷 應該是很高位 樓市最高峰 摸頂買入 另外 就是一單 蝕兩成 蝕兩成那單 我們看看 現在蝕樣的個案 差不多蝕兩成那些 都是19年 20年 差不多頂位 買入 這個蝕兩成 是480萬 成交 391尺 H座 28樓 19年 2月買的 持貨 5年 蝕兩成 其實都相差 兩成的話 其實那個數字都超過 差不多接近 100萬 整體上 看得到的走勢 一些二手屋苑 開始是 沒有什麼人去 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市場上面 一手樓 開始 即是 不斷減價出貨 不斷吸收 一些 業主去買樓 當一手樓 減價搶客 二手樓 基本上 持續 赤價都會繼續回落 你能看到 最近 淘大花園的成交 作為一個九龍灣 一個市中心的地段 還有 挺有代表性的 十大屋苑 那是二十大還是十大屋苑呢? 它 都搞得這麼差 即是二手市場這麼差 那 你其實反映到市場 不是代理所說 什麼大陽春 只不過是 業主 有一些 減價空間 小了 本來有些可能 可以願意減5% 現在 減30萬 就不行了 最多可以減20萬 那 最近有一單 就是 有個業主 就放盤 那 他就開價500萬 最終 新賣家就想他減到460萬 他就不肯 那 他最後 就回價 回人家 488萬 那 都是不行 別人不肯追價 很多人 因為 買得二手樓 40年 樓齡以上 其實他都不太願意 說真的 他不是 預算不夠 只不過是看上去 地段方便 就腳 配套完善 好過買那些山區款 日出康城的垃圾盤 那 現在 二手市場 其實還是持續收押 我相信 二手樓的赤價 會一路繼續下跌 只不過 下跌的幅度 現在 是沒有之前那麼厲害的 上個月 是二月和一月加起來 有些樓 即是 二四年 一月二月 未設立之前 的頭兩個月 整個整體樓價 跌了差不多接近7% 那 有些屋苑 只是那兩個月 已經跌了10% 那 你自己看回 其實市場是否好 我就看不到有轉好的跡 只不過是成交量回升 但是赤價是不見有回升的 還有 很多業主都是繼續用一個 比之前更低價錢的樓價去賣樓 例如同一類型的單位 之前都還賣455萬 現在你會看到有兩個單位都賣400萬 有一個單位是405萬 405萬 其實 它沒有說成交價回升 建底回升是甚麼一象呢 建底回升就是 成交量回升 赤價同步回升 那 怎麼為之建底呢 建底大概會有一個跡象 就是連續三個月至半年 成交量是持續上升 即是說 它升的時候 它還可以維持到 還有 赤價是有明顯的回升 即是 用一個比喻就是 一個沙士後 你會看到持續上升 上去才是建底 不是現在好像去年 其實現在的市場 跟二三年炒通關的時候 是很類似的 即是都是訂一個 很虛無飄渺的 幻象給你 即是它給你一個假希望 一個叫做樓市好消息 上年的好消息就是 哇 通關啊 大陸人衝下來買樓 大家都見到甚麼一回事 就是假的了 這個消息 那 現在撤了那 也是一個好消息 算是大的好消息 那如果有一個這麼震撼的好消息 都不可以令到樓市回穩呢 那相信呢 之後繼續滑雪式下跌呢 只是時間的問題 我預期未來兩年至三年呢 都是會繼續跌 那麼 跌的幅度可能不會 是大家所想那麼少 有些人就猜跌多一成 就算 可能算很多 但我猜可能有機會跌多兩成至三成都不出奇 那麼 尤其是現在大部分市區的舊樓呢 已經踏入四十年五十年以上歷史了 那麼這一類本呢 只會越來越難買 因為它的對手就是一 它的對手就是有十幾二十萬的新樓款 用一個差不多同價錢的價位去買樓 那麼 那同一樣的價錢 喂大哥 一萬三元就有新樓 那你一萬二元的舊樓哪有得鬥呢 那一定是要再減價 那麼一手樓 減完 下一輪的一手樓又繼續減 其實你看到呢 有很多的一手新樓呢 它是第二輪的加推呢 已經是賣不完 即是它可能第一輪呢 價錢比較低呢 它勉強都可以吸收到一些客人 都賣得七七八八 但是它加推的第二輪價單 很多已經是賣得不好的了 甚至乎有個別的屋苑 即是一些一手的樓盤 它第一輪呢 推一百個樓盤出來 它可能都是賣到三分一 甚至乎只有兩成 那麼整個三月呢 很多新樓盤推 加起來就是推了這麼多新樓盤出來 其實它只有某一兩個 比較有號召力 以及新聞價值比較高的樓盤 是賣得完 它所謂的賣得完 只不過是拿了百多個樓盤出來賣 那百多個樓盤都賣不完 就死掉了 我自己的看法 仍然是覺得 今年呢 它這一陣的切辣好消息 那道氣過了之後呢 是會繼續回落的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沒有變的 今年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二日賣單呢 香港樓市最少 還應該會繼續跌到 十個百分之二十五個百分之二 都不出奇 那麼個別屋苑 可能還有機會跌到 接近兩成都有的 那麼 譬如有些單位呢 它爛殘散得很厲害 即是 有些單位現在放售 那些二手的放盤 其實你去看 它們仍然是用一個 一手賣入的裝修去賣 那種是很舊很殘的 很多這些盤 是用一個很低價錢賣才賣得出 那麼我接下來 估計今年 其實二手樓價是會繼續跌兩成都不出奇 一手樓 你看到它們砍價砍得那麼厲害 黃竹坑那款 阿成哥那款 減到下去 一萬八千九百幾元一呎 你想想 一年前的黃竹坑還在賣三萬元一呎 現在一年後的黃竹坑 一萬八千 兩萬都不到 六折就買得到 那個跌的幅度是多麼誇張 尤其是 阿成哥他們的發展商 詳實發展商 他們是一個低負債 全部持有現金的發展商 即是一個很 沒有欠債 近乎是沒有欠債的發展商 它這麼多錢在手 它是沒有壓力用低價推盤的 它但是都用一個超低價市價 六折七折去賣 但是呢 你在一個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都用一個這麼低的價錢去賣 那就代表它的看法 就是不看好樓市 如果現在不賣 遲些價格更加低 那如果你現在買了 我想它如果有機會 它的貨美賣不完 它第二輪第三輪的貨美 賣不完的話 將來還會便宜多一成至兩成 即是你今天用萬八元兩萬元一起去賣 可能三四年後 到現樓 有人去二手轉讓的時候 層樓只值萬六元 萬五萬六元都不出奇 那麼現在買了 基本上就輸硬了 在天底下來說 暫時 有99.999%的人 跟李嘉誠對賭 都是輸錢的 從來沒有人跟李嘉誠對賭 是贏到錢的 只是一兩個零星 可能真是很幸運 它是用一個低價接貨 之後 市好最高點 有賺到少少錢 真是數不出多於1% 好 大家好 回到香港 跟進香港樓市 切辣過了一個月多些 切辣後的情況 就開始逐步明朗化了 我們今個月 就 可以 這個叫做 和大家 統計 或者總結一下 這個數字或者走勢 先來說 不如說一說 九龍區 一些比較多人會去留意的屋苑成交 我們先看淘大花園 淘大花園最新一單的成交 都是蝕樣 蝕了20% 成交價是488萬2A期H 還有30樓一個單位 赤價大約12000元左右 最近淘大的成交平均價 都在11000至12000元左右的水平 那 切辣後 最近30天淘大花園的數字 大概有15單的成交 租務就有12單 其實 其實 前兩三個星期 就是 升得比較快 即是成交數字 升得比較快 但是 去到下半個月 即是 第二三三四個星期 你會見到 二手的成交是大回落的 最主要就是一手樓 瘋狂大家爭著出貨 變相大部分的業主 一手樓 就沒有再留意二手樓 所以二手的成交量 頭兩個星期是升的 之後大幅回落 回復一些很零星的個案 淘大花園 最近30天 15單裡面 大概有三四單多是蝕樣 或者是平手離場 佔的比例 大概是25%左右 三份 四份 左右 最新有一單就是蝕兩成 另外21號有一單就是蝕兩成 還有一個單位460萬 390呎 蝕26% 蝕1元多跌一呎 我們逐個單位看看 蝕樣成交數字和成交 最低的赤價是一期D座22樓 400萬390呎 即是一萬元一尺 另外一單也是一萬元一尺 就是一個391呎的單位 因為早前為什麼會有低價成交 不是說撤掉了 市場反應很好嗎? 不是說業主加價嗎? 其實就沒有這回事 因為在第2個星期開始 無論是九龍區好 屯門大西北 將軍澳 康城 甚至現在去到黃竹坑 各區都有新盤或新盤的貨品 用低價錢減價推貨 變相很多業主 拍夜長夢多 亦都不敢說什麼加價 又說什麼反價 沒有這些 大部分仍然都是一些 移民盤減價盤 繼續用一個很低的價錢 出貨 有兩單就是 一萬元左右成交 另外一單就是 2A旗J座 低層單位 就是445391呎 一萬一千 一百 一萬一千三百元左右一呎 其他的 譬如蝕樣 有一個單位 一旗 淘大花園C座 18樓一個單位 就是390呎 成交價就是 460萬 虧了26% 即是 差不多在接近 600萬 差不多500多 600萬 差不多賣 虧了100多萬 好傷的 這單 應該是在樓市最高峰 沒有頂買入的 另外 就是一單虧量成 虧量成那單我們看看 那麼 而現在 虧量成那些個案 差不多虧量成那些 都是19年 20年 差不多頂位買入的 那麼這個盤 虧量成是480萬成交 391呎 H座28樓 19年2月買的 持貨5年 似貨5年 虧量成其實都相差的 兩成的話 其實那個數字都超過 差不多接近100萬 那麼 整體上看得到的走勢 一些二手屋苑 開始是沒有什麼人去撐 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市場上面一手樓開始 即 不斷減價出貨 不斷吸引一些 就是 業主去買樓 當一手樓 減價搶客 二手樓基本上是 持續 赤價都是會繼續回落的 你看得到 最近 近期 涂大花園的那些成交 作為一個九龍灣市中心的地段 以及很有代表性的 十大屋苑 沒有記錯是否十大屋苑 那它是二十大屋苑 減價空間小了 本來有些可能願意減5% 現在減30萬就不行了 最多可以減20萬 最近有一個業主放盤 開價500萬 最終 新賣家想他減460萬 他就不肯 最後 回價 回人家488萬 都是不行 別人不肯追價 很多人 因為 買得二手樓 40年樓齡以上 其實都不是很願意的 說真的 它不是預算不夠 只不過是看上去地段方便 方便 配套完善 好過買山區款 日出康成的垃圾盤 現在二手市場 持續收押 其實都還是 我相信二手樓的赤價 會一路繼續下調 只不過 下調的幅度 現在是 沒有之前那麼強勁 上個月是 二月和一月加起來 但是 有些樓 即是 二四年 一月二月 未設立之前 的頭兩個月 整個整體樓價 跌了差不多接近7% 有些屋苑 只是那兩個月 已經跌了10% 也不止 你自己看得回 其實市況是不是好呢 我就看不到有轉好的跡 只不過是 成交量回升 但是 赤價是 不見有回升 還有很多業主 都是繼續 比之前更低價錢的 樓價去賣樓 例如同一類型的單位 之前都還在賣455萬 現在你會看到 有兩個單位都賣400萬 有一個單位是445 405 其實 它沒有 成交價回升 建底回升是甚麼一件事呢 建底回升就是 成交量回升 赤價同步回升 怎麼為之建底呢 建底大概會有一個跡象 就是連續三個月至半年 成交量是持續上升 即是 它升的時候 它還可以維持到 還有 赤價是有明顯的回升 即是 用一個比喻 就是 一個沙士後 你會看到 持續上升 上去才是 建底 不是現在 好像去年 其實現在的市況 跟二三年 炒通關的時候 很類似 即是都是 很虛無飄渺的 幻象給你 即是它給你一個假希望 一個叫做樓市好消息 上年的好消息 就是 通關 大陸人衝下來買樓 大家都看到甚麼一回事 就是 假的了 現在 撤了 也是一個好消息 算是大的好消息 如果有一個這麼震撼的好消息 都不可以令到樓市回穩 相信 之後繼續滑雪式下跌 只是時間的問題 我預期未來兩年至三年 都是會繼續下跌 下跌的幅度 可能 不會是大家所想的那麼少 有些人就估計下跌多一成 就算 可能算很多 但我估計可能有機會下跌兩成至三成 都不出奇 尤其是現在大部分市區的舊樓 已經踏入四十年五十年以上歷史 這一類款 只會越來越難買 因為它的對手就是 它的對手就是有十幾二十萬的新樓款 用一個差不多同價錢的價位去買樓 同一樣的價錢 喂大哥 萬三元就有新樓 那你萬二元的舊樓哪有得鬥呢 那一定是要再減價 一手樓 減完下一輪的一手樓又繼續減 其實你看到 有很多的一手新盤 它是第二輪的加推 已經是賣不完 即是它可能第一輪的價錢比較低 它勉強都可以吸收到一些客人 賣得七七八八 但是它加推的第二輪價單 很多已經是賣得不好 甚至乎有個別的屋苑 即是一些一手的樓盤 它第一輪推一百個樓盤出來 它可能都是賣得三分一 甚至乎只有兩成 那整個 三月 很多新樓盤推 加加賣 推了 那麼多新樓盤出來 其實它是只有 某一兩個比較有號召力 以及 新聞價值比較高的樓盤 是賣得完的 它所謂的賣得完 只不過是 拿了百多個樓盤出來賣 那百多個樓盤都賣不完的話 就死掉了 對不對 我自己的看法仍然都是覺得 今年 它這一陣的切辣好消息 那道氣過了之後 是會繼續回落的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 沒有變的 今年 24年 12月30日 在這套賣單 香港樓市最少還應該會繼續跌到10%至25% 都不出奇 那麼個別屋苑可能會還有機會跌到接近兩成都有 那麼 譬如有些單位 它爛殘散得很厲害 即是 有些單位現在放售的那些 二手的放盤 其實你去看 他們仍然是用一個 一手賣入的裝修去賣 那種是很舊很殘的 很多這些盤是用一個很低價錢賣才賣得出 那麼我接下來估計今年 其實二手樓價是會繼續跌兩成都不出奇 一手樓你見到 他們劈價劈得那麼厲害 你王竹坑那個盤 阿成哥的盤說 減到下去18,900多元一呎 你想想 一年前的王竹坑仍然賣3萬元一呎 現在一年後的王竹坑 18,000 兩萬都不到 六折就買到 那個跌的幅度是多麼誇張 尤其是 阿成哥他們的發展商 詳實發展商 他們是一個低負債 全部持有現金的發展商 即是一個 近乎是沒有欠債的發展商 他這麼多錢在手 他是沒有壓力用低價推幣的 但是都用一個超低價市價 六折七折去賣 你是一個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都用一個這麼低的價錢去賣 代表他的看法是 不看好樓市 如果現在不賣 因為這個價錢更加低 如果你現在買了 我想他如果有機會他的貨尾賣不完 他第二輪第三輪的貨尾賣不完的話 將來還會便宜一成至兩成 即是你今天用18000-20000元一起賣 可能三四年後到現樓 有人去二手轉讓的時候 層樓只值16000-16000元 15000-16000元也不出奇 現在買了 基本上就輸硬了 在天底下來說 暫時有99.999%的人 跟李嘉誠對賭 都是輸錢的 從來沒有人跟李嘉誠對賭 是贏到錢的 只是一兩個零星可能真的很好 他是用一個低價接貨 然後 市好最高點 有賺到少少錢來賭 真的數不出多過1% 請付出社會 如果是在哪兒 我們請付出貨尾賭 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